这是一枚迟到了12年的大运奖牌 又有谁还记得那年的深圳 我们不敌南非一二的名字草草收尾 可12年后的今天 四位中国小伙子力挽狂澜 把这枚宝贵的大运金牌留在了成都 成都的这份荣耀 又好像在与12年前的深圳 跋越时空的对话 使你们弥补了中国田径12年前的遗憾 这或许也是你们在中国短跑 新老交替落末时刻献上了最好的礼物 要是没猜错的话 那年参加大运接力的四名前辈 昨晚或许在现场 或许在电视机前 亲眼见证着中国短跑新生代的崛起 亲眼见证着年轻的小将们 替你们完成了跨越12年的梦想 世界大学生接力金牌 这可是中国接力队 第一次被冠以世界冠军的头衔啊 我们坚信这只是你们的开始 未来中国短跑是你们的 其实想让你指导